哈喽大家好,这里是带大家谈所宇宙的科幻认见,我是爱你们的迷妹 今天要为大家介绍的是一部系列科幻片 阴阳魔界2002,时间瞬移 一个重伤的特工被送到医院 卷毛和自己的小女友负责照顾 两个人在病房里还不忘打情骂俏 分开之后卷毛却突然胸口不适 醒来之后发现自己躺在一张陌生的床上 也完全不知道这是哪里 钱包和车钥匙都在桌子上 恐怖的是行李里面还有一把枪 他向前台询问之后仍然是一脸懵逼 现在最重要的是打电话给自己的小女友汇报情况 女友听完这一系列诡异事件 让卷毛先回家 而在回家之前必须先扔掉那把手枪 卷毛非常迅速地收拾好行李 将枪扔进了垃圾桶 但当他坐上车 眼镜一闭睁 瞬间就急驰在了白天的公路上 差点给他吓得撞上迎面来的车 卷毛崩溃地停在路边 却发现自己扔掉的那把枪 再次出现在了副架上 这不是活见鬼了吗 他愤怒地将枪扔进了树林 正准备抱头痛哭 没想到下一秒 他就被人搜身了 他来到了一个地下交易现场 交易的物品又是一把枪 卷毛彻底懵了 但面对面前的两个大佬 他又瑟瑟发抖不敢讲话 只能把东西拿了就走 还没走多远呢 他竟然就洗起了澡 而且房间外的墙上贴着的 正是一个关于刺杀总统女儿的计划图 电视也及时地自动打开 开始播放关于总统女儿 明天将出席活动的新闻 小女友打电话来问卷毛 怎么还没回家 卷毛将自己可能要刺杀总统女儿的事情 告诉了他 说自己现在根本不受控制 小女友建议让他去自首 卷毛也照做了 将一切都告诉了警探 然而眼睛一闭一睁 警探居然倒在了血泊中 而打伤他的手枪 就在卷毛的手上 卷毛一紧张 小炉乱撞 再次穿越到了一个酒店 总统的女儿也就在此刻 在保镖的陪同下 来到了这里 卷毛来到了欢迎人群中 掏出手枪 然后他击中的却不是总统的女儿 而是他身后的保安 原来真正要刺杀总统女儿的是他 卷毛的目的一直都是保护总统女儿 在警察的逼问下 卷毛竟然说自己就是躺在病床上的那个特工 而另一边 躺在病床上的特工也醒了 他看着镜子里的自己吓坏了 因为他才是真正的卷毛 由于某种迷妹不知道的原因 他们俩灵魂互换了 可能是因为在病房里虐狗吧 所以为什么说秀恩爱死得快呢 也不知道最后能不能换回来 好了 今天的电影就介绍到这里了 如果你点的关注评论的话 我就陪你一起拯救世界哦 欢迎大家在评论里留下想看的片名 让迷妹带你看进各种电台科幻电影 下期见啦